第十二回 茶丝货官员贝磊 行酒令席上生风 且说我当下听得 树农说有两件故事要说给我听 不声知喜 便宁神秉息地听他说来 只听他说道 有一个私饭专门饭土 资本又不大 每次不过犯一两只 装在坛子里面封了口 沾了茶食店的招纸 当作食物之类 锁过官卡自然不留心了 然而做多了总是要败路的 有一次被官员知道了 罚他的货冲了宫 他自然是敢怒不敢言的了 过了几天他又来了 依然带了这么一坛 被寻丁们看见了 又当是司徒 上前取了过来 他就逃走了 这寻丁捧了坛子 到师爷那里去献功 师爷既然又有了充公的土了 正好拿来煮烟 欢欢喜喜地亲手来开这坛子 谁知这回不是土了 一打开 里面跳出无数的炸梦来 却又臭恶异常 原来是一坛子粪水 又装了成千的炸梦 顿时闹得臭气熏天 大家躲避不及 这炸梦又是飞来跳去的 闹得满屋子里 没有一处不是粪花 你倒好笑不好笑呢 我道 这个我也曾听见人家说过 只怕是个笑话罢了 树农道 还有一件事是我亲眼见的 幸而我未曾经守 真是人心不古 诡辩百出 令人意料不到的事尽多着呢 那年我在福建 也是旧官上的事 那回我是办账房生了病 有十来天没有起床 在我病的时候 忽然来了一个眼线 说有一宗私货 明日过关 这货是一宗珍珠玉石 却放在棺材里面 装作扶桑模样 灯笼是姓什么的 什么弦牌 什么执事 几个孝子 一一都说得明明白白 大家因为这件事重大 查起来是要开关的 回名了委员 大家商量 那眼线又一口说定是 私货无疑 自家肯把身子压在这里 委员便留住他 明日好做个见证 到了明日 大家终日的留心 果然下午时候 有一家出殡的经过 所有的弦牌 直视 孝子 灯笼 就同那眼线说的一般无二 大家就把他扣住了 说他棺材里是私货 那孝子又惊又怒 说怎么见得我是私货 此时委员也出来了 大家围着商量 说有什么法子可以查验出来呢 除了开关 再没有法子 委员问那孝子 棺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孝子道 是我父亲的尸首 问 此刻要送到哪里去 说要运回原籍去 问 几时死的 说 昨日死的 委员道 即使在这做客身故 多少总有点厚事要料理 怎么马上就可以运回原籍 这里面一定有点蹊跷 不开关验过 万不能明白 那孝子大惊道 开关献尸是有罪的 你们怎么仗着官室 这样横行起来 此时大众听了委员的话 都道有礼 都主张着开关查验 委员也喝叫开关 那孝子却抱着棺材 嚎啕大哭起来 那中有一个同事是极细心的 看那孝子嘴里 虽然嚷着相哭 眼睛里却没有一点泪 越发料定是私货无疑 当时寻丁签字手 起手八脚的 拿斧子劈柴刀 把棺材劈开了 一看 吓得大众面无人色 哪里是什么私货 分明是直挺挺的 睡着一个死人 那孝子便走过来 一把扭住了委员 要同他去见上官 不由分说 拉了就走 兴得人多拦住了 然而大家终是手足无措的 急寻那眼线的 不提防被他逃走去了 这里便闹了一个天翻地覆 从这天下午起 足足闹到次日黎明时候 方才说妥当了 同他另外买过上好棺材 重新收敛 委员聚了肃福寄过 另外又赔了他五千两银子 这才了事 却从这一回之后 一连几天都有棺材出口 我们是个惊弓之鸟 哪里还敢过问 其实我看 以后那些都是私货呢 他这法子想得真好 新拿一个真尸手来 叫你开了 闹了事 吃了亏 自然不敢再多事 他这才认真的运起私货来 我道 这个人也太伤天害理了 怎么拿他老子的尸手 曝露一番 来做这个勾当 树农道 你是真笨还是假笨 这个何尝是他老子 不知他在哪里 弄了一个死教花子罢了 当下又谈了一番别话 我见天色不早了 要进城去 刚出了大门 只见那挑水阿三 提了一个画眉笼子走进来 我便叫住了问道 这是谁养的 阿三道 刚才买来的 是一个人家的东西 因为等钱用 连笼子两吊钱就买了来 到雀子铺里去买 四吊还不肯呢 我道 是你买的吗 阿三道 不是 是毕师爷叫买的 说罢 去了 我一路上暗想 这个人 只赚的四吊钱一月 去拿两吊钱去买这不相干的玩意儿 真是嗜好太深了 回到家时 天已将黑 既知已经到我伯父处去了 留下话 叫我回来了就去 我到房里 把八十两银子放好 要水洗了脸才去 到的那边时 刻意差不多齐了 除了祭之之外 还有两个人 一个是首府的行明老夫子 叫做历士图 一个是都蜀文寻补 叫做蒲固修 大家相让 分作寒暄 不必戏表 又做了许久 家人来报 狗大人到了 原来今日请的也有他 直进那狗才穿着衣冠 跨了进来 便拱着手道 对不住对不住 到迟了 有劳久后了 兄弟今儿要上园去谢尾 又要到差拜同银 还要拜客谢部 整整的忙了一天 又对祭之连连拱手道 方才亲到公馆里去拜谢 哪知道祭仙翁先到这儿来了 昨天费心得很 祭之还没有回答他 他便回过脸来 对着顾修拱手道 到了许久了 又对仕途道 久违得很 久违得很 又对着我拱着手 一连说了六七个请字 然后对我伯父拱手道 昨儿劳了价 今儿又来凤饶 不安得很 伯父让他坐下 大众也都坐下 送过茶 大众又同声让他宽衣 就有他底下人 拿了小帽子过来 他伺机把大帽子除下 又卸了巢珠 宽去外挂 把那腰带上面 滴流达拉佩戴的东西 卸了下来 截了腰带 换上一件 一果圆的袍子 又束好带子 穿上一件 巴图鲁坎尖 在地下人手里 拿过小帽子来 那地下人 便递起一面小小镜子 只见他对着镜子 来戴小帽子 戴好了 又照了一照 方才坐下 便问我伯父道 今儿请的是几位客呀 我简直的没瞧见枝丹 我伯父道 就是几位 没有外客 狗才道 咱们都是熟人 何必又闹这个呢 我伯父道 一来为给大人贺喜 二来因为 说到这里 就指着我道 季翁招呼了社职 借此也谢谢季翁 狗才道 哦 这位是令职吗 应伯得很 应伯得很 你台府啊 今年贵羹多少了 季翁 你请他办什么呢 季之道 办书起 狗才道 这不容易办呀 季翁 你是向来讲究笔墨的 你请到他 这是一定高明的了 真是厚生可畏 又捋了捋 他那八字胡子道 我们是老大屠商的了 又扭转头来 对着我伯父道 子翁 你要不见气的话 怕还是小软 咸鱼大软呢 说着 又哈哈大笑起来 当下满座之中 只听见他一个人 在那里说话 如凭泄水一般 他问了我台府贵羹 我也来不及答应他 就是答应他 他也来不及听见 只管唠唠叨叨地 说个不断 一会儿酒席摆好了 大众相让坐下 我留心打量他 只见他生得一张白脸 两撇黑须 小帽子上 坠着一块蚕豆大的 天蓝宝石 又拿珠子盘了一朵兰花 灯光底下 也变不出 它是真的是假的 只见他问顾修道 今天上头 有什么新闻吗 顾修道 今天没甚事 昨天接着电报 说玉远兵船 在石浦地方遇见敌船 梁下开杖 被敌船打沉了 狗才吐了吐舌头道 这还了得 马江的事情到底怎样 有个实信吗 顾修道 败杖是败定了 听说船政局也毁了 但是又有一说 说法兰西的水师提度 孤拔 也叫我们打死了 此刻又听见说 福建的同乡经官 联名参那位钦差呢 说话之间 酒过三巡 狗才高兴要滑拳 既知道 滑拳没甚趣味 又伤气 我那里有一个酒筹 是朋友新智 送给我的 上面都是四书句 随意撤出一根来 看是什么句子 该谁吃就是谁吃 这不有趣吗 大家都道 这个有趣 又省事 几只就叫底下人 回去取了来 原来是一个小小的象牙筒 里面插着几十只象牙筹 几只接过来 递给狗才道 请大人先撤 狗才也不推辞 接在手里 摇了两摇 撤了一只道 我看该进到谁去喝 说吧 仔细一看到 哎呀 不好不好 季王 你这是捉弄我 不算数 不算数 几只忙在他手里 拿过那根筹来一看 我也在旁边看了一眼 原来上面刻着 二无油不足一句 下面刻着一行小字道 彻此千者 自饮三杯 既知道 好个二无油不足 自然该吃三杯了 这副酒筹 只有这一句最传神 大人不可不赏三杯 狗才只得赵吃了 把筹筒递给下手立仕途 仕途接过 顺手撤了一根 念道 刑罚不重 两最浅者一大杯 坐中只有不顾修 酒量最浅 似乎滴酒不沾的 众人都请他吃 顾修摇头道 这酒筹太会作弄人了 说吧 攒着眉头吃了一口 众人不便勉强 只得算了 试图下手便是主位 我伯父撤了一根 是不亦乐乎 和习一杯 既知道 这一根撤得好 又合了主人代客的意思 这里头还有一根 和习吃酒的 却是一句 举几手醋饿 虽然比这个有趣 却没有这句说得快活 说着 大家又吃过了 轮到顾修撤筹 顾修拿着筒 摇了一摇道 愁儿愁儿 你可不要叫我也撤个 二无油不足呢 说着 撤了一根 看了一看 却不言语 拿起筷子来吃菜 我问道 请叫 该谁吃酒 是一句什么 顾修就把愁 递给我看 我进来一看 却是一句 子归而求之 下面刻着一行道 问者即饮 我只得吃了一杯 下来便轮到寄之 寄之撤了一根是 将以为报 下注是 打通关三个字 寄之道 我最讨厌滑拳 他拼要我滑拳 真是岂有此理 狗才道 令上是这样 不怕你不遵令 寄之只得打了个通关 我道 这一句引着 金之为官也一句 却引得甚好 只是寄翁正在扮着大官 这句话 未免唐突了些 寄之道 不要多说了 轮着你了 快撤吧 我接过来撤了一根 看时 却是王宿出令一句 下面注着道 随意令行一小令 我道 偏到我手里 就有这许多周折 狗才拿过去一看到 好啊 请你出令呢 快出吧 我们恭听号令呢 我道 我前天偶然想起 俗写的十字 都写成日子旁一个寸字 若照这个十字类推过去 陶字可以读作诗字 父字可以读作诗字 我此刻就照这个意思 写一个字出来 哪一位认得的 我吃一杯 若是认不得 各位都请吃一杯 好吗 既知道 那么说 你就写出来看 我拿起筷子 在桌上写了一个汉字 狗才看了 先道 不认识 认罚了 拿起杯子 孤独一声 干了一杯 试图也不识 吃了一杯 我伯父道 不识的都吃了 回来你说不出这个字来 或是说的没有道理 应该怎样 我道 说不出来 执而受罚 我伯父也吃了一口 顾修也吃了一口 继之对我道 你先吃了一杯 我识了这个字 我道 吃也识的 只请先说了 既知道 这是个汉字 我听说 就吃了一杯 我伯父道 这怎么是个汉字 既知道 它是照着俗写的男字 画出来的 俗写男字是个右字旁 所以 他也把这右字 替代了秦字 岂不是个汉字 我道 这个字 还有一个读法 说出来对的 大家再请一杯 好吗 大家听了 都觉得一帧 正是 旗字尽堪 公孝穴 不堪 再酒 问杨雄 为之这个字 还有什么读法 且待下回再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